怨音哥 今年農年有什麼吉祥話嗎 農對不對 那一定就是好運龍總來 龍給你啦 好,記得要訂閱 追蹤十一點熱炒店的粉絲團 還有YouTube頻道哦 是因為那個小孩子 他跟方志友的 你看不順眼 對 方志友跟他也很好好不好 就是這樣才公布啊 就是這樣啊 出力闊蜜 他起來像是這種面相的人嗎 還真相 他沒有接耶 好啦,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安排他來現場 你以為我在開玩笑對不對 來,安東請出場 是啦 真的耶 真的耶 因為我跟你講的話我會緊張你知道嗎 屁啦,你在家裡跟我講 是從來也不會緊張 要錢也不會緊張 沒有 我帶女生回 就是可能要給家人認識嘛 那女生 對 然後他看不看好我 還在那邊屬弱我說 他小又沒技巧啦 他怎麼知道 對 有啦 很緊張 第一次 就說 有 有 不醬不辣不上桌 好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 我在妳身邊 卻不能開口說我愛妳 沒有 沒有我愛妳 只是說不能開口 所有的動物當中 只有人類 長嘴巴 但是可以拿來溝通 有口難言 其他動物的嘴巴都是拿來鬼口鬼叫 對 牠不會 沒有 牠們可能也在溝通 沒有 牠養就 牠溝通什麼 對 狗就 牠溝通什麼 是 喵就 對 所以只有人類可以溝通 人類得天獨厚 有嘴巴可以溝通 可是很奇怪 偏偏很多人遇到事情的時候 就不用嘴巴來溝通 牠就憋在心裡 對 話不能說出來 就跟魚翅梗在喉嚨裡面 吐不出來一樣的痛苦 痛苦 所以我們節目 遇教於樂 追求真善美 當然 我們都來賓就是 怪你怪氣的 有話也不說 我們今天乾脆這樣子 我們這邊有一個電話亭在這裡 對 今天 妳跟妳的朋友 跟妳的誰都沒關係 有什麼事情說不出口的 或者陷入 冷戰關係當中 有什麼不滿 要道歉的 通通在電話亭 透過電話 因為人很奇怪 面對面就講不出來了 奇怪 要透過電話才能講 我覺得我們節目真的很療癒 我們是治癒自己 然後療癒彼此 很多夫妻 本來要離婚了 來節目吵一吵 就好了 就真的 真的嗎 確定 因為幸福是比較出來的 有的時候出來 我覺得我很委屈 我講一講 後來聽到你這個更誇張 想說還好 那我的還好 那我回家還是好好的 但應該很多吵一吵 應該是有朋友離婚了吧 不會 到現在沒有人吵一吵去 不會 越來越好 去護偵事務所的 沒有 都是吵一吵之後 去MOTEL比較多 好 我們今天要歡迎 我們快憋出醫生病的來賓們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宇柔 嗨 翔翔 哈囉 大家好 嗨 來 亞洲星幹話一哥 海產 還有即將傳出喜訓的孫夏宇柔 不是都這樣 有喜訓嗎 妳要成喜訓了 快要 沒 今天除了電話停之外 這邊如果你怕實話說不出口 沒關係 我們也被有 所以 話到嘴邊講不出來 很扁扭 就吞下去 好 我跟你說 當然也可以 很好 好 那我們第一棒就讓 這個一定要身心裡都準備好 對 應該凱凱準備好了 凱凱準備好了 我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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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狀態是好的 妳氣色很好 對啊 狀態很好 凱凱來吧 我要把它貼上去是不是 對 對 妳要打給誰 妳有什麼話要說 我今天要打給 方自有的老公 沒錯 妳想跟她 妳為什麼要打給別人的老公 妳不要做這種事 妳要跟她告白 沒有 不要講話 這個會出事 那妳要怎麼樣 我要跟她告解的是 其實我都偷偷餵她的小孩 吃垃圾食物 這個很嚴重 是因為那個小孩 是她跟方自有的 妳看不順眼 怎麼事情也變成這樣 不要亂 哪一口天下不太奇怪 方自有跟她也很好好不好 就是這樣才恐怖 就是這樣 假面 假面 假面閨蜜 就塑料閨蜜 我看起來像是這種面相的人嗎 對 我現在要打給她嗎 還是我先說明 要先把告解的前後果講一下 妳先講一下 妳先讀幼寶科系 因為我是幼寶科系的 所以我以前有當過幼兒園老師 然後呢 他的兩個小孩 就是他的女兒兒子 都跟我相處得非常非常好 他就有跟我反映說 為什麼我的小孩子 這麼喜歡去你家 然後他們都覺得應該是因為 我有幼兒師資的專業 就是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老師 但其實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是因為我家有一個大型的零食櫃 就是我去泰國 去美國 去日本 去韓國 都會帶很多各地的糖果 零食 巧克力回家 就給小孩吃這些垃圾食物 對 怪不得他們會愛你 他們來我家的時候 就可以自由開那個零食櫃 然後我有理性的勸導說 你們可以吃哦 但是不要吃多 然後回家也盡量不要跟爸爸媽媽說 小孩不可能聽的啦 你都太壞了啦 人世間小孩喜歡吃的東西 通通吃垃圾 然後想說 剛好就是今天錄影 跟他告解一下 哦 必須的 必須的 因為我聽楊明威抱怨 因為她不知道是妳的關係 她說她小孩 半夜三點才願意睡 只要從妳家離開 然後現在好像住牙 對 會Sugar High 現在好像住牙住了六顆耶 媽媽都會生氣耶 如果知道說旁邊有人偷偷在餵她零食 我覺得楊明威 真的不行 不知道會不會很氣 但是有點怕讓方自由知道 我跟你講妳開她一個玩笑 看看妳等一下一接通以後對不對 對 妳就說明威 有件事我 埋在我心裡面 昨天晚上 真的好 她不是所說的 就說 偏妳的啦 這樣子 其實是這樣 我要跟妳講一件 跟妳小孩有關的事 看她會怎麼反應 好 來 趕快 答一下 不好意思 楊明威 今天不是要有話之說 怎麼是有節目的 沒有 就白的胃嘛 因為我要測試她 是不是如她表面那樣子 是一個正直的人 對 她很常不接電話 欸 她很 欸 喂 喂 你現在一個人嗎 是嗎 我在 上廁所 你在上廁所啊 那你現在一個人 你在大便喔 對啊 對啊 那我可以在你大便的時候 跟你說一件事情嗎 什麼事 就是 其實 其實我 我對你滿有好感的 我愛你 喔 嗯 很棒很棒 好沒有 我是 我是跟你開玩笑啦 那接下來 我想要跟你說個事情 可能會就是 不是很棒 什麼事 就我不是有點久 沒有見到那個 Mia跟弟弟了嗎 對 就是其實 其實他們很喜歡來我家 就是 不是只是因為 我跟他們 相處得很愉快 他們來我家的時候 我都會 給他們吃 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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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份量的 零食 糖果 還有 你不准他們吃的 那個 很嗨的 巧克力 很賤欸 那 你會生我的氣嗎 因為不常吃就還好 還好喔 沒有 因為我想說憋在心裡 有點久沒有跟你說 這就是 我 我自己的那個 懺悔 那請問你有沒有 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需要 就是承認錯誤的地方 就我覺得我們今天是一個 就是 心靈溝通 就是你 你覺得你也 太愛喝酒 太愛喝酒 這是可以說的嗎 為什麼 就我覺得你太愛放鳥了 不是 我就是 我是屬於那種 一開始不太好拒絕別人的人 所以我都會先答應 然後 我們都不會給你一個 準確的時間 我都會先答應 那如果 就是不給準確的時間很討厭啊 真的可以 聽起來是情侶在 吵架 還是什麼之類的 沒有啦 希望你可以就是 我那種福氣 我那種福氣 好 我會改進了 沒有啦 就是我在跟你發老的時候 因為就是其實因為 我還滿喜歡你的 所以才會講這些話 我覺得差不多 這種變化到底 就是 好啦 開開 你在幹嘛 女兒 你在幹什麼 欸 我在 你怎麼 你在洗澡 我準備洗澡 不是 你在幹什麼 那是你家老公啊 我在錄熱潮電 我在錄熱潮電 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明慧 大家好 明慧 嗨 明慧 那個 凱凱說我愛你你有沒有心動 我覺得沒有 你說老實話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 在我們節目中說謊 都會不紅十年 你心裡面有沒有 不能平靜到不能再平靜 你會排斥凱凱當他們第二個嗎 心媽媽 拜拜 再見 拜拜 錄影順利 好 拜拜 所以你們那個感情比較像兄弟 對 我們真的還滿兄弟 對 因為要不然一般男生 如果聽到這種話 一定 就是 吹笑你知道嗎 一定會加減 聊幾句這樣 人家跟自己有感情很好 對 外面太多這種的嘛 表面感情好的 背弟弟 對 那你也有一個人跟你說 他愛你 一個女生 我會問她說 妳有多愛 成績給我看 妳有多愛 她居然看妳有多愛 吹好笑 你聽她講 她會嚇死 不會啦 開玩笑的啦 我也是正經人 那我算成功了吧 成功了 好 OK 好 來 謝謝卡卡 謝謝 來 第二棒 夏宇童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玉琳哥在旁邊亂問些問題 但我的確是對 妮安東 我是真的對她滿不好意思的 妮安東妳跟她 有什麼淵源 因為我之前 我們有一齣 一起演出的音樂劇 然後我們也演了大概 今年應該三年了 對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在演出的時候 都滿常會再來快樂 尤其是排練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 應該說劇場之後 就是快要演出的時候 我們會是從早到晚 都 大家都是在一起 那有一次呢 反正就是排練中間 我就去上廁所 就看到我的鞋子有一塊 那個髒髒的 對 然後我就看到 走出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洗手台上 就有那個一個 而且是Bitch黑的牙刷 因為Bitch黑的牙刷 天生就是要拿來刷鞋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下意識看到 你就是拿了嗎 那我就刷 那我刷三下 我就嚇一跳 就馬上放回去 因為 它是濕的 濕的就代表 那有人用過啊 對 有人用過 然後沒有多久 我就看到安東出現 然後我就親眼看著他 拿著那個牙刷刷牙 刷得可起聽了 而且他很順喔 他是 吐出來水是黑的 他就是 沒有他真的後來刷牙刷完的時候 我們有劇組的演員有說 你牙齒這邊牙縫怎麼有黑黑的 他牙縫是真的有那種黑黑一點一點 就是那種 對 然後因為我越看到這個情景 我就越不敢說 那是我的鞋 可是這件事情 因為一下子發生得太快 然後我都沒有跟他提起 提過這件事 對 然後我想說 因為這是這個主題嘛 然後我直接一問我的時候 我就直接想到就是你安東 對 就我沒有跟他 要跟他告解一下啦 你敢不敢前面拼一個那個 白得衛的動作 我不敢 我打這樣 我打 你敢 你敢拜託的你 那我白什麼時候跟我解婚 他剛剛被我那個白得衛嚇到 我跟你講我們再講三聲 如果我沒上台的話 我們就抽下一個 下一個是誰 他沒有接耶 其實你會不會 這樣我更緊張耶 因為你跟他也沒那麼好 對啊 他看到你的電話太懶得接 因為 不會吧 他真的 他把你按掉了 他把你掛掉 他掛你電話 他掛你電話 不要跟他掛 這個不是沒人接 自動沒聲音 是很明顯的 是人為的 是他自己把他按掉 他掛掉了 他掛掉了 你已經有告解的心了 沒關係 有這個心意就好 令他心碎的是說 妮安東不把他當朋友 哪有人給他掛到電話的 還是我問他一下在忙嗎 我問他一下好了 好啦 其實我跟妳講 是因為我們有 想說妳這樣子打電話講 不清不楚的 其實我們安排他來現場 怎麼可能 妳以為我才開玩笑對不對 來 安東請出場 對 那門一定不會開對不對 對 很無聊 我們這個門有一個特點 就是講第二次 說奇怪就會開 來 我們再第二次好了 來 安東請出場 怎麼可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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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安東 妳好 妳好 我剛剛在旁邊的漱口 有做到這個樣子 有 擁抱一下 為什麼 來 擁抱一下 我剛剛去旁邊漱口 所以我第一次沒有出來 噁心把他溜丁 為什麼會這樣子 嗨 妳好 嗨 妳那天用那根牙刷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我就覺得我那天也沒有吃海苔 對 但是有一些就是黑點一直摳不掉 海苔 那是我的 對不起 妳不要跟我講話 等一下我還沒有 還沒有辦法過 因為那是我的幸運牙刷 我每次音樂劇演出 我必...就是一個幸運物品 妳那牙刷真的很舊很髒 真的是PX的那一種 已經演了七八年的音樂劇 我每一場都會戴那個牙刷 難怪已經PX了 已經用了七八年了 這個幸運牙刷 我現在沒... 我等等晚上還有一場 對不起 然後拿下去洗脫 所以我跟妳告解我有罪 對 對不起 他們看起來感情很好 朋友 但是妳為什麼一根牙刷 這邊弄成那樣還在刷 妳真的就刷了七八年了 對 她就是一個幸運 我們一次就是演出前要吃個便當 或什麼就是上太陽 她的牙刷其實到現在都還在用 還在刷子 然後我都沒有說過這件事 對啊 還是同一隻 同一隻啊 是幸運牙刷 妳也還在繼續刷 有啊 妳現在目前還在刷 妳現在可以換一個牙刷 那毛巫還可以換一個 來吧 我就不刷了 我就戴著 對 沒差吧 好不好 原諒妳 沒事 那握個手 沒事 謝謝 謝謝 OK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的 都來了 反控 互弄了 我們在舞台劇排練的過程 演出的過程都很好 但我覺得妳會開一些空投支票 空投支票 對 就是妳會說 我會去看妳的另外一齣音樂劇 但是妳去看別的Cast 他怎麼被妳刷到的 就是我看到他Po 他分享他有去這個 我們這個音樂劇有三個不同的 那妳好好演妳的 妳還關心說有誰來看這樣啊 就是我看到他的Story啊 我就看到 欸那是我演的 那是我演的 因為他的那個音樂劇是這樣 他們有好幾個演員 然後演同一齣戲 然後每一次配的演員都不同 對 然後剛好我可以的時間 都不是他演出的 都不是我演的 然後妳看台下面有夏宇童 妳也演不下去了 對 沒有 妳也不至於了 對啊 對 好啦 OK 兩個是好朋友 好朋友 謝謝 謝謝 來 好 接下來這位這個重磅級的 對啊 因為他的那個 每次講的內容呢 非常的那個 進爆 對 我今天其實滿緊張的 因為我 因為我很少講一些真心話 對這個人 來先看看你要 好 告解的對象是誰 爸爸 爸爸 讓他擔心了 欸我 我光看余天大哥的臉 我都會發抖耶 對不對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真的 最近 小孩子出生了 可愛耶 小圓寶 小孩子出生了 然後 當然中間的過程 出來了 爸爸才會有感覺 然後他中間的過程很累 雖然很累 爸媽的父母 真的不容易 父母真的不容易 然後小時候 養兒方之父母恩 真的 小時候會 會不太懂說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爸爸都會比較偏 偏心 就是大姐說 真的 愛姐姐啊 對 後來出國 然後我也是不量解說 你為什麼把我送 一個人丟在國外 你那時候幾歲啊 出國的時候 11歲 很早 沒有多惹人厭啊 什麼事情 那時候是剛好白小燕的事情 我也有講過 我知道 但是也翻不著11歲就 沒有11歲是毫無預警的 就把我丟出去了 然後我跟你講 那時候爸爸就是說 他回來 我們暑假 寒假暑假回來的時候 他就是說 我都會去開你們一間一間 因為他以前的習慣是 他晚上作秀回來 他就會一間 一間這樣 看看我們每一個 他說他開了 都沒有人 他還是會去開喔 每一間他都開 然後就只有他跟狗在家裡 然後他自己在沙發 他就流淚了 他就流淚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很 國外的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很 我跟 我記得我跟二姐大人那時候 還一起還在笑他 那時候 這邊有個書叫 老人與狗 我笑他就老人與狗 哈哈哈哈 這樣 其實嚴格講起來 你就是從小到大 因為跟他聚少離多 你好像沒有像一般父子這樣 會促膝常談 聊很深層的話對不對 對 一直都沒有 沒有 跟爸爸真的沒有 所以你跟他都是做表面了 也沒有 也沒有到做表面 就回來慢慢開始熟了 可是現在你自己當爸爸 你應該心 結果自己當爸爸 我會有一些心裡的 其實 其實我今天是緊張的 就內心深處的話 我是想跟爸爸 表白一下 可是莫名其妙 大白天告什麼白 那你前面 為什麼他不能跟自己的爸爸 大白天告白 我就要跟楊梅威大白天告白 我愛你啊 因為我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 選擇性的 選擇性 選擇性 我老早就覺得你跟楊梅威有問題 對 玉琳哥剛剛只是在測試你們 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再測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對啊 你是要道歉還是要跟他講謝謝 我要 都有啦 都有 沒有道歉 借錢是目的啦 看他會怎樣嘛 看他是不是把你當額子嘛 今天講完然後最後借錢 對…好啦 我跟你講你整個感性告白 你答應我 整個感性告白完 最後他急轉直下巴 好啦說了這麼多是這樣啦 你… 好玩… 好來…就這樣打 對不對 可不可以他還是把你掛斷 應該不會吧 再選擇 我會怕 我會兒啊 開始吧 對 就是我其實 想跟你說一下 就是 一直都沒有跟你說過的話 就是以前 都會一直覺得你很 比較偏心 大姐啊 然後 然後比較 你是… 你是被綁架了還是誰啊 沒有啦 沒有被綁架啦 不是被綁架啦 對 竟然不是詐騙集團啦 對 就靠你養我啦 那還是巴 沒問題沒問題 巴你放心 我會養你 沒問題啊 那我建你那一席算便宜一點 大概兩分就好了 你神經病啊 哈哈哈哈 那喜歡他的啊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我找了一個像你的人交往 我愛你很久 我結婚了 跟我一樣 等一下 記得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 11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你是被綁架了還是誰啊 沒有啦 沒有被綁架啦 不是被綁架啦 對 竟然不是詐騙集團啦 爸 不是 爸 我只想跟你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當了 爸爸之後 然後 然後 才發覺到當 父母真的不容易 也謝謝你 不管我犯了 再多的事 再多的錯 你都會 原諒我 然後我現在才 懂你的意思說 男生生出來 是以後要養家的 廢話 你是我兒子 那你犯 你犯在多的錯 我不原諒你幹嘛 我給你趕出去啊 你一把 然後 我想 我想跟你講就是 就是 最近比較窮喔 可不可以借我一百嗎 神經病啊 你還比我有錢耶 沒有沒有沒有 你在講什麼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自己有在賺錢 所以你不用擔心我 然後你放心 以後我都會 養你一輩子 爸 我愛你 好啦我現在什麼 對不對 我都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啦 也沒有收入啊 就靠你養我啦 沒問題 爸你放心 我會養你 沒問題 那我借你 那利息算便宜一點 大概兩分就好了 好吧 你神經病啊 余大哥 你用了我多少錢啊 你還... 還用他 他還在念 他當真啦 他當真啦 余霖哥 你... 余大哥 我...我跟翔犬 現在開了一家錢莊啦 他...都沒有生意 想說 先弄自己的爸爸比較快 蛤 他在搞我啊 我們在錄影上 不是我在搞你嗎 我們在... 我們在節目錄影 余大哥 沒有... 祥犬真的啦 他有感而發說 要特別謝謝你 過去對他的照顧 他以前有時候不懂事 叛逆 造成你很多困擾 他特別要說一聲 謝謝爸爸這樣子 喂 可是他講的弟弟大概 我一句都沒聽懂 不是 不是 爸 因為我跟你講的話我會緊張 你知道嗎 會...會...會緊張 沒有跟你講過這些 這些比較真心的話啦 我是真的想跟你講啦 就是說我以後 屁啦 你在家裡跟我講 就從來也不會緊張 好 謝爸 謝謝余大哥 謝謝 謝謝 謝謝... 趕快掛人 要掛斷耶 好緊張 好緊張 你把他有直接... 沒有反過來 回家你爸爸會不會叮你啊 回家他會不會唸 我爸的很好啦 我爸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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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自己會緊張啦 你的反投大汗 你自己在那邊什麼錢招借錢 真的反投大汗 你要把這個今天是感動的 真的啊 人家是感動的 謝謝... 可愛... 來 喔 下一棒厲害了 有... 對啊 有嗎... 你要打給誰 來 我打給他幹嘛 我每天都在打給他 我打給他 跟他告白啊 我幹嘛還要跟他告白 我今天要打電話 這個人是我超級無敵好的朋友 可以算是自由了 唉唷 就除了... 除了烏凱翔之外最好的朋友 他最了解我的朋友 他最了解我的人 他是那種會救... 搶救我生命 就在危機時刻他會出現 真的啊 就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人 可是因為前一陣子 我們的生活突然產生了巨變 然後他有了新的家庭 然後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後我的... 怎麼講都像班傑啊 然後... 然後呢... 我自己也有新的生活模式之後 我開始發現我們變陌生人 公布這個人是誰來 就是... 楊生達 楊生達 對 你們變陌生人了 自己有變陌生人 超級無敵陌生人 羊毛出在楊生達 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 然後... 因為我們真的很久沒有聯絡 然後有一天我就坐那個... 在公共環境 我就不知道忘了去哪 是在餐廳還是咖啡廳之類 然後因為等朋友真的太久 我一個人無聊 我就開始在滑我的社群媒體 然後滑一滑... 突然就有一個很大的聲音 就是... 所有現場的人都用一種 很異樣的眼光看著我 就是一直有那種... 類似的樣子模仿 也沒到他在講什麼 就... 就一直這種聲音 就從我的手機傳出來 然後我想說 天啊也太尷尬了吧 我就馬上看 楊生達 他PO了一系列 他的性感影片外流 他就PO... 他就PO了一系列 就讓人家很尷尬的一點 蛤... 有帶來給我們看一下嗎 我有帶來給我們看一下 你們自己講評一下 對啊 看這什麼令人困擾的影片 你今天好笑喔 瓜哥明天幽默感就離開我的 不可能是去幫的 你去幫 喔...這好笑喔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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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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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那一面 只要有大勇氣才能拍這個 真的 洛琪好辛苦喔 那在幹嘛 這是... 你沒看過這什麼 他是想要喝洛琪的奶 我不知道 你看出什麼端倪奶 我看不出來 我覺得這個很耳鼻 比AP還難看 對 AP... AP還好看一點 AP有劇情 對啊 他這個劇情都沒有 對啊 AP至少會脫 是說洛琪脫了也沒有 這個你看了 我乾脆就算了 封鎖算了 我還是捨不得 好 因為畢竟我們曾經到我們的樣子 這朋友 而且你知道以前我們很好的時候 那幾年我的生日都有他 唉唷 唯獨去年 2023年 我的生日 會不會是過期不讓他 我不知道啊 他沒有 蛤 可是你的生日你辦 我沒有舉辦 你沒有舉辦 他連祝你生日快樂也沒有 都沒有 我都會傳祝你生日快樂 就是我的離婚 那是我離婚快樂 對 暈好暖喔 他連連一個訊息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就很確信 所以今天等於就是這樣嘛 一個 為什麼從親密變陌生 另外一個你是不是想要透過電話 希望他 好不好 一切的答案就等你 打電話給他了 好尷尬喔 他不 阿妞喔 嘿 黑寶 你在幹嘛 我剛錄影 好久不見喔 我看你最近不是在日本 我回來了 你有在關心我去日本喔 我回來了喔 通然有喔 阿你最近不是都在談戀愛 關你什麼事 阿就是你一直放閃阿 我放閃 好來來來來 你要講我放閃 我會這樣子放閃 你不 你不覺得我都在刺激你嗎 刺激我 對啊 你怎麼會覺得刺激到我 因為 那你怎麼不覺得 你跟若綺一直拍那種 迷茵的影片 在網路上我看了很不舒服 所以我跟我太太拍片 你會不舒服 不是阿 那我的意思是 你們結婚中 要拍這種迷茵的影片 你是不是好歹也要講一下 不是啦 我也就是散播歡樂阿 我跟若綺也是那個阿 你說散播你們的床室嗎 不是我沒有辦法去 去讓你舒服 但是我看你現在很幸福 我看你現在很幸福 其實我很開心 就是 不打擾是我的溫柔 你懂不懂 你是不是說真的 你一直跟我說 你之前一直跟我說 你喜歡我男朋友 你覺得他是一個很goy的人 對啊 你會不會覺得他有點熟悉感 我蠻喜歡他的阿 對不對 因為 他跟你很像 什麼意思 你知道這件事嗎 大家都說他跟你長得很像 我找了一個像你的人交往 我找了一個像你的人交往 我愛你很久 光是腿長就差20公分 其他的也許欺負相當 揚聲塔很認真聽我講話 好你說你說 我就是很愛你 你愛我 對啊 我結婚了 跟我一樣學我離婚就好了 沒有啦 就是我看到你已經不需要我擔心了 不然我接下來就要伸出援手 沒有 我認真要問你 就是為什麼我們最近這麼少聯絡 因為我想說就是讓你有自己的交友空間 因為我其實有感覺到就是 就是你跟我還蠻好的 然後咧 但是我畢竟已經是那個就是有婚姻的人了 所以咧 對啊 我們就是不太方便有很多 就是過度的這種 你怕你沒有辦法矜持住嗎 就是還是要那個 但是我跟你講 我其實真的很難過 因為去年的生日呢 我就沒有收到你的訊息 去年生日 2023年 我不是坐在你旁邊嗎 不是你這樣子 你不要頂著我的名號 你自己想要幹嘛 你自己要傳什麼照片給他 是可以的 你不要求我們兩個合照 不是 這你也要怪你自己 如果你是周杰的 我需要這樣嗎 你現在右邊那麼大 左邊平的 這樣走路會不會歪一邊 左路是不會歪一邊 我都是躺平的 去年的生日呢 我就沒有收到你的訊息 去年生日 2023年 我不是坐在你旁邊嗎 沒有沒有 那是因為之後 我男朋友幫我 弄了一個什麼聚餐 他給我一個驚喜 然後你們才出現 對 但是一直以來 所以我就坐在你旁邊啊 你都沒有跟我訊息 我坐在你旁邊 幹嘛跟你訊息 你知道你以前 生日都是過12年 馬上就傳訊息說 什麼生日快樂啊 幹嘛的 因為那時候 我不在你旁邊啊 你 真的會狡辯耶 你 你到底想說什麼 你日本回來 怎麼那麼奇怪啊 我跟你講了那麼多 只是跟你說 我很在乎我們之間的情誼 你很重要 然後因為 也快要過年了 我是想說 你有沒有一百萬可以借我 我想說你最近開肉夾膜店 聲音也不錯 你如果要一百個 肉夾膜餅皮 我可以給你喔 你這就要 你跟誰在講話啊 我凱翔啊 我男朋友回來了 你等一下 我男朋友要跟你講話 他誰啊 他誰 神神達 你跟他偷吃啊 我沒有跟他偷吃 神達 我 我凱翔啊 凱翔 凱翔 凱翔沒有三東腔 凱翔為什麼要三東腔 凱翔要三東腔 凱翔要三東腔 你是老闆耶 真的啦 我們是這個節目 你會模仿凱翔嗎 要不然凱翔會怎麼講 剛剛你們畫 雖然動一劇戲劇喔 包括倒是聽了出一個 一個端倪出來 那雨柔主訴求的點是說 自從他離婚以後 然後你結婚以後 你們就從熟悉變陌生 變冷淡 然後幾乎就沒有在互動了 他想知道這個原因 到底是什麼 我知道他感情的東西 其實根本不需要我擔心 因為我有繞去幾次 發現他都不在家 表示他已經 走出來了 晚上的局都已經出來了 對啊 神達他第二個訴求是說 因為他無意中看到你拍的那個片 他說 對 我是講笑話而已 沒有 他看了難過 可能他受不了 你跟珞琪這麼親密吧 屁喔 好 了解 下次要拍可以啦 他說你跟他拍就可以 屁啦 了解 OK 我跟你講 恢復友誼 因為既然他有芥蒂 就表示他心裡面確實這麼想 你就等一下送個 十個肉夾膜去他家吧 送 他心裡面有我就對了 對 有 雨柔我跟你講我這樣 他講的話都避重就輕 其實他真正 不去妳那邊的原因 我認為其實就是 避險 避險 若琪可能 若琪很愛吃醋 他來我們節目中很愛吃醋 他手跟進一個 他很愛吃醋 對 因為你跟聲達確實有時候 那個視油若舞的 的那種感覺 我任何妻子 老婆看了 因為你們講話 你們講話的拍子很順 就是你們 get each other 這樣 對啊 其實你要我講這句話 沒有 開箱很好 好 沒關係啦 人生有時候都一直錯過 一直錯過啊 也許在六十歲那一年 你們又 相愛了 對啊 你要不要講故事了 上台了 海產 你可以上台了 我剛剛說還要再錄了 一直做海產的電話 我們需要聽嗎 你們聽一下 好像夠長了 我也有直球隊 我也有訴求 因為總是你要來是機會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你要打給誰 我今天也要來直球對決 我受不了了 你那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分手了 沒有了 那個沒了 已經沒了 他頭髮變少了 他怎麼搞的 他頭髮為什麼變少 男生啊會心酸嗎 會手酸 差不到妹妹的肚子 好啦 快點 你要打給誰 我跟你講啊 我要打給這個人很重要 這個人其實很嚴重 也是我的家人 害得我 是不是在我們節目中也滿出現 我跟你講 搞到我家支離破碎 來來 把他添上去 把他添上去 就是我三嬸婆 毀了我的名聲及自信 其實這個很嚴重喔 就是去熔爐的那一個 中邪又熔爐那一個 所以你要打給他 我要打給他 因為其實我講完他熔爐又中邪之後 其實有一陣子他走紅了 之前講過他又晚年失婚 自從他走紅之後 他開始不知羞恥 他去玩交友軟體 現在開始他教了一些那種 18 19歲 刺龍刺鳳的那種 不然就是那種 三十幾歲那種 不知道在幹嘛的 因為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人家已經來IG 我說這是你嬸婆嗎 我嚇到說 嬸婆竟然是去玩交友軟體 然後報出我的名號 說我是海產的嬸婆 我還不想承認我說 不是 她是盜用的 我嬸婆還傳說我跟她的合照給她 好 民生敗烈就算了 他這個人靈牙利詞 我們叫 尖酸又刻薄 常常我後來分手 我帶女生回 就是要給家人認識嘛 那女生 對 然後她看不看好我 還在那邊阻落我說 她小又沒技巧 然後那個女生 她說你小又沒技巧 她講這種 她怎麼知道 她怎麼知道 沒有 她不知道 她就是想要羞辱我 因為我做音樂 我彈音樂 因為我喜歡音樂 彈給她聽 我做音樂 我是非常愛音樂的 她就會做歌 音樂師 她還在那邊笑我 我寫很多情歌 什麼歌錄我都有 反正她還笑我說 你這個長相不要做音樂 對啦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跟她 直球對決 妳要希望她不要再貶低妳 妳要車尖溜教她 對 我要不要跟她 在這之前 我先跟她借錢說 妳要熔爐 好 我要熔爐 我要熔爐 沒有...妳要那個啦 我買塔位是不是 曾大樹 妳要買塔位 就說妳去健檢 然後說再活一個月 對 好... 看她到底怎麼樣 對...看她會不會難過 會不會起側影之心 你... 明樣的什麼 明樣的什麼... 明樣的什麼 喂 金布 怎樣 金布 怎樣 你在幹嘛 我跟我朋友講話啊 欸 我跟你講啊 前陣子我不是跟你說 我有一個 那個... 業配去健康檢查嗎 後來健康檢查 對 啊怎樣 報告出來了 搞完癌 怎樣 膀胱癌喔 默契 過去差不多膀胱癌喔 搞完癌 你在找的咧 我現在跟你講認真的 金布 就是我想說 我有一個規劃 我想要跟你借 二十萬 我想要買個塔位 面山面海 喔 我可能沒有這樣的計算耶 又在... 菩薩底下 位子很大 喔 我沒有那個 我最多能夠幫你做的就是 你過世我幫你做個法事啊 啊那個靈骨塔我可能沒有辦法 費用太高了啦 好 欸 我也要為我自己的靈骨塔 存一點錢好不好 法事已經對你人之意盡了 我跟你講 金布你震驚一點 你不要這樣子 我今天的重點是想要問你說 你龍的那顆奶火化燒得掉嗎 你管好你自己的睪丸好不好 你管我的奶做什麼 好你要這樣就對了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現在其實有點不高興 我不是跟妳 前面跟你喇迪賽啦 那麼久 我問你... 我也不高興啊 我跟妳講 其實最近我耳聞一些風聲 你拿著我的名號去玩一些交友軟體 啊你交一個符合你的年紀就算了 你交一些八加九刺龍刺鳳的 你要不要臉啊 結果你... 那這樣就是對春風有意見就對了 不是你為什麼 你到底為什麼要亂交這種 你到底... 我交個王陽明也可以啊 你管我 不是你這樣子 啊你不要頂著我的名號 你自己想要幹嘛 你自己要傳什麼照片給他是可以 你不要傳我們兩個的合照 我跟你講 到底為什麼 你到底為什麼啊 不是這你也要怪你自己 啊你就還慘 我傳給人家 我就只能交到這種等級的 不然怎麼辦 好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我暫時就先放過你 有一次我跟你講 上次我分手也分手一陣子了 上次我帶那個女生回來 我跟你講 你直接給我沒有面子 其實讓我很不爽 你說什麼 我小又沒技巧 然後我唱歌給他聽 到底干你什麼事 怎麼樣 哪個女生 那麼多個我哪記得 對啊你到底什麼時候看過我小了 我跟你講 我這個在演藝圈 家評如潮 有口碑 你是演藝圈的七秒是不是 不是 是演藝圈巨馬 不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長輩的樣子 你讓我尊重你好不好 你講話這樣子不打不起不三不四的 你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你這樣子讓我覺得 欸 沈婆過的幸福 你都很嫉妒欸 你這樣晚輩很不行啊 尊師 我是你的沈婆欸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啦 其實你本來另外一顆胸部 我會要花錢幫你做 你要幫我出錢啊 我要幫你出錢啊 現在我不爽了 你講很久了 我跟你講我已經放棄了 我靠我自己好了啦 我跟你講這筆錢 我寧可拿去壯仰 也不要給你啦 欸不過你也是蠻厲害的啦 那小龜小孩是可以 跟這麼多的女生過夜 可能有點過人之處 沈婆好會聊天喔 可能有點過人之處 沈婆 沈婆好會聊天喔 沈婆好會聊天喔 你有毛病喔 你有毛病喔沈婆 我玉琳啦 誰啊 玉琳 沈玉琳啦 玉琳哥是吧 欸對啦 他每次都說你 他每次都說你龍乳 你不會生氣啦 啊沒辦法啊 就自己的晚輩啊 好意思跟他計較 啊沒關係啦 現在十個女生五個龍啊 很好啊這個 欸對啊我也覺得 總比音樂講的大爺 不要真的小啊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 我不會跟他生氣 他很生氣 他每次都只有說龍一半 他就每次都在那邊講 你看他節目講好 是不是 下一個節目是不是 對我們要錄節目 啊你現在右邊那麼大 左邊平的 這樣走路會不會挖一邊啊 走路是不會挖一邊啦 我都是 那個海產有心啦 現在拉我們在那個 搞那個標會那個啦 他說標 頭標他會標 標下來以後呢 會給你去弄另外一顆這樣 對啊 所以他的那個鈴骨塔不用了啦 然後給我龍乳比較 那那個鈴骨塔算了啦 比較需要啦 對... 他說他海葬就好了啦 好 謝謝 謝謝聖坡 海葬喔 海葬還要豬蟲耶 切斷切斷 謝謝 他跨不掉耶 他人家是遺傳的耶 我就說我家都是神經病 你知道嗎 我家很誇張 我現在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子 我是家最正常的一個人 對啊 可是我覺得你說身邊有個 直接的親友是還滿好的 因為像可能海產比較沒有什麼 會跟 所以人家很直接跟他講 他就沒有辦法成長嘛 所以 可是像我我有會跟 直接的人 那之前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你剛剛就是說 我開空投支票 我剛剛突然想到 就是之前我們一起 就是那個在排 排練場的時候 反正就是在劇場 因為舞台劇的妝都很厚 然後他有一次就看我 然後靠得很近就說 下雨頭你眼睛髒髒的 然後他就直接用手 就從我這邊這樣 就是這樣擦 他要擦掉 結果他... 對他就說擦不掉 他說 這個是皺紋嗎 嗯 他就很直接這樣子講 然後重點是他講完之後 他還跟我們的化妝師姐姐 還有服裝師 他都跟他們每一個人都說 就說 他們還笑成一團 所以要幫他 我在關心啊 沒有我覺得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一兩次你覺得很好笑 但你超過三次以後 就是我們那一場巡宴 譬如說有實機場 實機場他都在開這個玩笑 就是會很不爽啊 對 就會有點走心啊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因為 他的這種直接的方式 我就覺得嗯 我老娘要好好的來 就是維護一下我的眼周眼睛 你要堵住別人的嘴 不如改變自己 對 所以我後來也因為安東這樣子 很直接的跟我說了之後 我真的就是做了功課 然後找了蠻厲害的小法寶 然後像我自己呢 就會隨身把這個 我後來找到這個很厲害的法寶 隨時放在包包裡面 對 我覺得像有時候 我們女生進出冷氣房比較乾的時候 對 有的時候這裡就很乾 然後要補一下 脫妝的時候就可以稍微用一下 真的很好用 所以今天想要說可以跟大家分享 來來來來 厲害了就是這個啦 對 就是它 它是No.1的溺石韻斗眼霜 怎麼用 對 它呢 其實它有美國FDA認證的A唇 到FDA認證那了不起 對 它就是可以讓你很有效 感受到你的眼周這邊就是很平順有沒有 就會很光滑 然後再來加上它有專利的雙重生態 然後一支就可以讓你的眼神發光 對 就Bling Bling的 然後它轉開呢 會有這樣子 就是一個像這樣45度的 一個叫做 然後它其實這樣子就會 就可以很直接 你看喔 它很貼合在我們的肌膚上 真的耶 直接用耶 對 而且它這樣輕輕滑過呢 其實就是眼周就比較不會有負擔 而且這樣滑剛好不會沾到手 也不會沾到手 也比較衛生 對 然後再來我覺得它的 就是外表的顏值還滿漂亮 就是夢幻的紫色 但是它裡頭呢 內容也很夢幻喔 來來來 它擠開像是這樣子眼霜 可是你把它這樣子推開呢 你會看到 有一片一片紫色的 有耶 對 那這個紫色是什麼呢 它是花瓣 它是冤尾花的花瓣 對 它可以改善像是暗沉 讓剛剛我們說到 就眼周可以Bling Bling的 然後它推開呢 其實它延展性非常的好 然後你看起來感覺好像 它會不會很油 好像質地那種好像很乳霜的感覺 但不會 它不會讓你的 而且很濕潤耶 對 它不會讓你的眼睛長肉牙 連你手上的紋路都浮平了 對 基本上如果我擦眼睛 是可以擦到像是太陽穴的位置 整個都可以擦到 對 然後它很快吸收 它摸起來是完全不會有這個黏黏的感覺 對 一般的時候好黏 一碰到也不舒服 對 它這個質感喔 碰觸的感覺很好 然後它在使用它的時候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是三個訣竅 來教一下 就是1.2拉3符文 1.2拉3符文 沒錯 就這樣很簡單 在自己的眼睛下面 然後點三個點 來 一點 一點 兩點 三點 這樣三點之後呢 好 就1.2拉3符文 往上拉 拉到像是這個眉骨的地方 然後再帶到這邊眉骨之後呢 再往旁邊帶到太陽穴 太陽穴 那這邊還有嘛 所以你可以再繼續的再擦一下 然後再帶到你的眼窩 看起來很舒服 對 然後你可以在穴點的地方 稍微的按摩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眼頭的位置 順便按摩 對你可以稍微按摩 因為它其實就是冰冰涼涼的感覺 所以其實像我剛剛講到1.2拉 然後這樣推嘛 然後稍微這樣做按摩一下 大概差不多10秒的時間 然後稍微的拉 推一下按一下 好來 我們對比一下 左眼跟右眼的區別 差超多 對啊 那有差 真的 拉提了 所以有時候比較亮一點的感覺 而且就很簡單 就只要10秒的時間 然後因為它裡頭呢 就是它有這個咖啡因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環 然後讓早上的時候 譬如說你眼睛比較腫 因為我剛好提到它這個亮眼頭 是有點冰冰涼涼的感覺 就是可以讓你消一下水腫 然後晚上的時候呢 因為它裡頭的成分 又可以讓你修護受損的肌膚 那味道又很舒服嘛 所以晚上在做一個保濕的保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整個很療 因為它這裡面有咖啡因你知道嗎 咖啡因的功能是什麼 可以加速我們血液的循環 對 你一循環好當然眼睛就炯炯有神 真的 那因為我平常呢 其實我剛好提到我都會把它隨身攜帶 帶在身上 就隨時弄啊 對 就隨時用 我現在看你這樣也滿不習慣 因為你眼睛好亮 你不會接近暗沉 你邊講啦 一邊補 邊把左眼也補起來 好喔 被認識一下 對 然後像有時候如果我們遇到 像是這個冷氣房啊 然後會讓你的眼睛容易 會有乾紋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稍微去做一個保養 然後可以趕快補妝 滋潤一下下 這樣靠它就可以全力保濕了耶 對不對 而且就動靈了 Hold住現在的年齡 沒錯 而且因為應該是說眼霜 基本上它只要 眼睛可以用的 全臉都可以用 全身都能用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是常常會熬夜 然後會看3C的朋友 一定要試試看 冤瑋花A唇全能眼霜 好 這個就分享給大家了 謝謝 謝謝太棒了 謝謝 哇今天好棒喔 我們這個把心儀的話說出來 真的舒暢很多 有時候我們隱藏心中很多年 終於可以講開來了 也許以後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互動 那起碼我們心中那個遺憾呢 就沒了 對不對 就武漢人生就是求一個武漢 真的 不過我跟你們講啦 保證啦 不管你們表面上話怎麼說 只要牽扯到男女 家家減減都一定跟情愛有關 也許你們現在也失控不認啦 但是喔 知道了啦 我們現在就跟你保證啦 楊聖達跟你若有事無啦 你跟楊明威若有事無啦 你喔 你跟誰說有事無 他沒有 他沒有啦 他沒有 他沒有我剛剛生小孩 他沒有我剛剛生小孩 他跟我女兒 有些秘密藏在什麼時候 藏在 藏在午夜十分才會 講出來 突然喔 理智鬆懈的時候 回味一下 那白天的時候 我們還要恢復理性 正常做人這樣 然後這個本來就是人生 所以有一些話 有一些事情 一定要當下說 當下做 好啦 鼓勵大家啦 真的把握當下吧 好 祝大家都 開開心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